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圈,你逢有发生这种东西 没有啊,你打得整天好,你打不整天好 跟现在没分别,就是什么呢? 周围的人就吃花生而已 他只是当茶余饭后娱乐去看这件事而已 Hello,各位网友,大家好,应该吃了饭了 今晚就是什么糖水泡第一次就延长直播的 希望大家去subscribe,订阅,还有like我这个post 一定要有建设性的留言,还有share给大家朋友去看 那我们今天就讲缺斗 就不是说一件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来的 要搞到湿度清零,就是抽水抽干了 我完全没有这样的意思 只不过,我真是想说,喂,男人老狗漏抽 这件事由来已久的了 就是很多年都已经有,尤其是在娱乐圈那里 来不死,就会有人漏抽的 但是又很有趣的,有打得成,有打不成的 打得成那些呢,十居八九打了你都不知道的 打不成那些呢,就当然吹到打罗打斗那样的 好了,我们经常练功夫的,我们有一句说话 叫做记得记就必是敌,就是得记必是 就是你学了它多少,喂,你要试这东西行不行 难道在街上漏抽吗 对吧,有一样东西大家不要学 就是前辈都是这样讲的,不要学 前辈梁小龙哥告诉我 就是那时候他年轻了,很白艳了,也都很抽得 他说,怎样得记必是呢 当然啦,小龙哥亲身落场就打凶手套比赛 那时候那些凶手套,真是什么都不带,拳拳到肉 打到那时候那些修短球场看,是整地血的打到 杀声震天走过外面,已经听到里面在杀人汤珠那样的声 那又怎样得记必是呢 他就是在街上漏人臭,他不是漏 他那种凶狠法就是说,他走下街公司七十年代 七十年代呢,现在都很多人没有讲这两个字,叫飞仔 那时候是很骤忌,有飞仔这种东西 就是长毛,穿喇叭裤,大领的衣服 那小龙哥在街上见到这些人,一闻顺眼,他怎样呢 说你三五成分,三至四个一堆人都好 他走过去,就动你 他说这样来试功夫法的,这些是他告诉我 那当然啦,在法治社会,大家不要做这些事情 今晚我们讲这个决斗,我昨天在Facebook出了一个post 就关于龙哥,这个真的是龙哥,李小龙 就在拍摄龙争虎斗的现场那里 就被一些临时演员,我们俗称叫林基 或者叫老林,挑战,他就应战了 今晚我主要,我不是讲龙哥的 我也都不打算去讲这件事的,因为龙哥去接受的挑战 大大小小很多,很多打不成,也都有一些打了 打了,有些人就会问,有没有结果 众雪昏文,我做资料搜集在很多可靠的渠道那里 有名有姓的,我都,我都得到那些消息 综合上,都可以得到一个比较接近真相的结果 日后,我也都不打算在今晚这里讲的 因为李小龙,龙哥的决斗比武的秘文 是很值得去拿一集去讲的 大佬,这个你又说不讲,那两条弹散你又说不讲 龙哥你又不讲,那讲什么,我今晚讲决斗嘛 真的有决斗,什么时候都好,自古以来 即是香港法治之区,一直以来到现在 是绝对在法律上是不允许私斗的 你关门打了,没人知道,你不要惊动到 正所谓以前来说,就不要惊动到官府,什么事都没有 如果不是的话,就要负上很多的责任在那里 我们讲回我们在武林界,准准落到 怎么可以不提吴陈比武呢 吴陈比武,那又怎样呢 他们两个当时,这件事就有很多版本 吴公仪先生在铁全太极社的社长 这件事直接跟他有关系 但是事源的起因不是关他事的 就话说,某一个蔓延在太极社里面的蔓延 就邀请了记者,记者去延长那里采访 其中有一位师傅,那记者是没有透露哪一位师傅 他就说,我们的太极拳,我也练了很久了 我们打算稍后去日本那里旅行 旅行的时候,我们会约战一些日本的游道家 这些太极拳是可以足够的力量和游道挑战的 那些记者听了就写了,写了一团灯了出来 这个铁全太极社的社长,吴公仪 他就,喂,大件事 他就立刻打电话给那个报馆 那个报馆就跟他澄清,喂,不要用挑战这两个字 因为都太过张扬了 就是如果大家研究研究一下,是各门各派都可以的 就是他的心意就是,喂,不要开到别人的名字 叫别人挑战游道那样,第一,不要用挑战 第二,就是说不要只是针对游道,是各门各派都可以的 那接着就有很多回响了 有一些摔割,那时候香港也有人学摔割 有摔割的,有游道的,都说纷纷写信 那时候就写信去报馆,做中间人又回信 给那个铁全太极社 接着就跟他说,喂,我们想试一下,想研究研究 这件事情闹大了 接着也是经过报馆就这样说 然后没多久呢,在澳门那里,澳门,有个健身院 有一位就是陈克夫,陈克夫师傅 陈克夫师傅,他博学,他有八学,八学派 也是有健身,又打西洋拳,即是Bboxing 在澳门那里,也是写信去约战 不如大家过来澳门研究一下,你们用研究两个字 那件事就跟着大家讲讲讲讲,不如不算数 那个中间的报馆也是即使令人无 那谁不知,有另一间第三者的报馆就炒起这件事 那于是炒起,就个个,你知道啦 那时候就算没有社交平台,都是一样的 大家都是吃花生的心态 那你一言我一语,旁人就炒起这件事 那于是就变了太极舍,陈师傅这两边的,陈师傅这两边的 陈师傅这两边的,陈师傅这两边的,陈师傅这两边的 就不断经过报章 不断经过报章,一连我一语 就你发篇文,我又发篇文,反驳 那就喊起交上来,于是就说要决战 中间呢,曾经是香港那时精武体育会 那都有居中调停,就是说不如大家都是文明人,守法 就不应该用武力解决 即使精武会,精武会又不是叫精武门的 精武会就是说大家都是练功夫的地方 都不应该大家大动干锅 但是都大家下不了道气 那结果呢,是去了澳门那里 做这件事的,反而是澳门就行善的目的 那时候呢,据说就是澳督夫人 想筹款,买很多的礼品 就送给贫富大众,儿童 那也是借这个机会去做一个比较大型的善事 那这件事很重要的 第一,港澳武术达人 真正两个都是师傅级 两个都是师傅级 上台到比武 那时候美其名叫比武,其实就是为胆气 就是说要决战 就不带任何护具 那时候呢,也是有很多的规则 打三回合 每回合休息两分钟 中间休息两分钟,每回合打三分钟 有很多这样的传言 但是为什么要说很多的传言要说出来呢 因为其实是打不了那么多的 上台很快又见真章 整件事就很快被人切了个赛事 我会告诉大家为什么会这样 那这件事在澳门那里举行 很多港澳的名人都过去那边 就是共商善举 因为用一个做善事的名义去举办 当时大家很熟悉的很多的名领 例如 《膝马仔》 《邓碧云》 他都会先前 我说是义武 就在台上献唱那些粤曲 然后就由太极社 澳门陈师傅的健身院等等 有些门生出来示范一些武术 例如太极的气功也有 推手 甚至有些套路 大家其实都不是想看这些东西 《伸马仔》这顿《碧云》很行 但都不是想看他们唱歌 最重要是看你们两位师傅 真是实牙实之上台打 这段片我们今晚不播出来 但是如果大家要找的话 在YouTube那里是流传了这段片 我就不是打算怎么去批评 因为大家都不断正会看完那段片 第二就说第一 这么快的第二 打什么 太极我 一照半色太极也看不到 那对家又说Bossing 又说白鹤的 又两派东西 为什么我一点都看不到 这件事我作为后辈我不评论 但是我只不过想说一件事 就是说我不管动机是怎样都好 两位舞坛的前辈 他们这么有辈分 这么有身份 能够上台面对这件事 作为两位舞者 面对面去用武术去解决这件事 那种胸襟 我觉得是值得敬佩的 好过很多人的讲字 还有他们不用讲钱的 你们收门票也好 什么都好 捐了去的 大家都分文不收 更何况要很快 一个回合都不够 就见血 所以就遗免很多事情 据传闻当时现场的气氛 是非常之凶险的 两边的门人有叫嚣 有没有人生事 如果一方的情况 有些不太有利的话 很可能就会 骂打了一件事 现场有这么多的观众 就一发不可收拾 所以当机立断 权政立刻就叫停了比赛 而且 无论在优势上 你觉得哪个穿哪个不穿也好 和起收场 双冠军一起举手 大家也就是 最后都握手严谋 因为毕竟 真的打了 不是只是说 我做了给你看 所以这件事这么多年 1954年 从53年蕴酿到54年 打得成 到现在 我们这一辈 都很尊尊乐道 就是说当时 你讲比武 真的讲比武 就不曾比武 真的都很值得去讲 的 陈克夫师傅后期 80年代初的时候 都客串过 有一部港产片 还是功夫片 好了 今晚我们来讲 就是叫 决斗 其实是在我们的电影圈 娱乐圈 刚才有个观众问 什么 他说准不准插眼打小孩 你说那场比赛 我说一说 那个规例 拳打 不就击 撞 摔打 琴拿 素腿 刀得 指 他写完的 有指插的 就是插是用指插 但是手指不能挖眼 不能踢下阴 不能够锁后龙 那这三个东西 不能做 什么都能做 不过 你看回片 你就会发觉 什么都没做到 都是用拱、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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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用最基本的东西 我们讲回 在我们的电影圈 其实这这么多年 大大小小 有很多风波出来 有几宗 有一宗 都骂到风波多大 我不知道大家 懂不懂有一位韩国的武打演员 他专门来香港拍很多功夫片 他叫做王正丽 他一直拍到八几年的时候 你都会见到他的功夫片 在香港那里 都有的 他专门做反派 他是一个韩国人 他在日本出生 台拳道高手 他自己说 他当时打韩战的时候 他有份参战 韩战的时候 他已经很好的武功 他说手下四冤魂 他说打韩战的时候 没有刀 没有枪 但是看到敌方 大家同手打 他杀了四个人 他自己这样说 手下四冤魂 无论如何都好 你当他吹也好 他有真功夫 那时候我们看他 由第一部 吴斯远导演叫做南拳北腿 就看到王正丽的真功夫 然后有很多的戏 南拳北腿 所以反派的功夫一定要厉害 王正丽完全达到这个水准 后来有些戏 甚至乎以他做主角的 例如 然后有一个刀铁布衫 神腿和铁线公 南拳北腿斗甘虎等等 就是做出反派的主角 王正丽的腿工真的好狠 你发觉 除了隆哥之外 这人腿工 那时候有另一个韩星 叫卡萨坟 除了他之外 王正丽的腿工 杀出来 很有声誓 不知是否因为这样的关系 吴斯远导演也想捧她 有一次,又是經報紙,就吹了,因為王正利不講中文,那時候的戲都是配音的 所以由吳詩院導演代為發言,王正利就說,其實以我的功夫,我可以挑戰任何人各門各派都可以 一個回合之內我就可以搞定對手,後來他就改口了,改得怎樣呢? 其實一個回合都太久了,30秒都可以了 你在香港說這句,我那時候說過,七十年代尾的時候,香港的武館過千間 你現在在說這件事,以及電影功夫片的行業,方興未捱,有多少功夫人在逃,你說30秒解決所有人 是否囂張了一些,於是每個人都不打,就說要挑戰一下 於是大家在推舉,找誰都找不到一個代表出來 然後有另一位,有一個順理成章,我也是做電影,我也是武師,我都有名有姓,我出來和你打 那個人叫鄭麒英,我們宣稱鄭師傅,為甚麼呢? 鄭師傅學過蔡里佛,有紅佛,紅佛派即是紅拳佛長 後來他自創了,他學過的少爺國的武術,他就去無全清,他就說自己說 集合了這麼多的優點,就創了一套叫意權道,意師的意,意權道 我現在出來,我就挑戰你,總之我不管你是否30秒,總之我會打到你不能還手 你是王正理的,王正理出來說這件事,現在人家下戰輸,然後到處 那時候因為鄭麒英師傅,他都是國術界中人,他都是掛國術的行頭 所以香港的國術總會都撐著他的,以助聲勢,搞得很嚴重 一邊吹一邊吹一邊,你講一下我講一下,大家又在打嘴炮 有地址,有時間,就約了在某個地方,那個地方在哪兒我不記得 好像在片場外面的地方,那時候那些記者真的去了一步 那鄭師傅就到了,到了就在那兒等,就熱定身在那兒等 喂,你說了多少點來打,你見人可以啊,鄭師傅和那些人就來了 喂,沒有蒲頭啊,另外那邊沒有蒲頭啊,於是怎樣呢 再等多一會兒,宣佈了,喂,對家都不蒲頭,那時候沒有電話的嘛 你找不到他,沒有叫機,沒有WhatsApp的嘛,大哥 找不到你沒有蒲頭,那怎樣呢,當你棄權棄權就輸的啦 那自己舉手啦,我贏了這仗啦 好了,不知道為什麼這麼巧就這麼巧了 你舉完手之後,黃正利和吳孫家的車就到了 就落地了,黃正利他不是穿西裝的 他那天是穿運動裝來的 那天也是,那來到,人就來了 你現在才來,你不遲些,不打了,又不打了 那這件事就被譽為,後來搞到有些鬧劇的成份 那你說是不是鬧劇呢 那你說道理就是,我在這裡等了那麼久,我禽乾水了 你都不到,那我還陪你玩嗎? 你輸的啦,你棄權嘛 好了,有些人就說,不是啊,他後來到了,你怎麼不打 那就是你口同鼻咬了 那所以這件事就真是,沒得說啦 那時候罵得都幾大風雨 因為也是很罕有地呢 就是你當,因為,那個問題就是,他兩家,黃師傅和 黃正利和鄭師傅 他兩個不是合作拍一部電影嘛 不是兩個都在一部電影裡出現,所以要做宣傳 不是嘛,那兩件事真的為一口氣啊 就是,都是叫做為一個,為自己啦 另一個就是,可能為國術界出一口氣 就是這樣,所以這件事就是這樣的結果 也是,搞到很兮兮兮兮兮 但也很奇怪,那時候警方沒有插手 就算你知道,打不打得成都 那天真的有人去到嘛 真的去那裡的嘛 那所以呢,這件事都會比較轟動 那這件事呢,我記得很清楚 新登日報呢,記者就爆料 開了名字 那他就說呢,地點在那裡呢 就是尖沙咀,頂好酒家 還在那裡啊 很耐歷史啊,頂好酒家 那時候很多電影中人,全部呢 都會在那裡打蛋吃宵夜啊 那樣 居然有一天,兩大幫人馬在下面就講數 打算是兩個講數 打算是兩個講數 後來就變成兩班人講數 哪兩個呢 這篇報紙講的,當然我那時候也很小 我記得這件事,但我不知道會是真還是假的 新登日報這樣說 紅金寶就對梁家仁 咦,如果有經驗的戲迷來講 你又會想回,是的 隱約都記得,梁家仁都在很多紅金寶 大哥大的電影裡面都出現過 都做了一些很重要的角色 例如肥龍過江 就是梁家仁出來做過大返 是不是 後來有很多什麼賺先生,找錢華那些戲呢 他叫賺先生,咦,很重氣憤啊 為什麼會不妥的呢 那怎麼知道 總之,他報道這個事情出來 但是後來兩邊都拉了馬回來 變成說數 然後 沒有反抬 沒有反抬 這件事是怎樣完結 不知道 總之,這件事就這樣報道出來 也沒有照片 當時那個情況 第一 未必有記者 第二,有都不敢拍照 但是事後就報道這個事情 前晚在尖沙咀頂好發生一件這樣的事 其實我覺得在這個圈 你逢發生這樣的事情 你打得整天好 你打不整天好 跟現在沒有分別 周圍的人就吃花生 他只是當作茶魚飯後娛樂 去看這件事 好了 接著還有一些 說近一點點現在 有沒有人問 有問 即是公本武藏決鬥 左左本小慈郎 左左木小慈郎做甚麼 公本武藏和左左木小慈郎 這個決鬥 我當然很熟 但我做舞台劇 我也做了兩套關於公本武藏的舞台劇 所以把所有歷史上的東西 小說 還有我去過日本三次實地去考察 拿很多資料等等 講於公本武藏和左左木小慈郎 其實都人言人暑的 有很多不同的版本 接著有觀眾說 紅金寶是否經常找人隻抽呢 他和李小龍好像有大哥 這個就是大哥大 我真的專稱 在影壇我只得一個大哥 就是紅金寶大哥 無論他對手足對人 他都是完全是一個大哥的風格 大哥的風範 大哥的功夫無容置疑 當時他以前年輕 七小福 接著入行做武師等等 那時候你拳頭不硬 你怎麼站得穩呢 所以你說他是不是周圍打架 那樣東西你問回 好像剛才我跟他開場的時候 不知道你有沒有看 我不是說 小龍哥他以前 他都在這一行 他都在周圍打人 這樣來印證自己的功夫 維敏哥 陳維敏 不用說了 他的天下打回來的 那時候是拳頭硬就站得穩 大哥有這麼好的功夫 這麼大的背份 他都不得不服李小龍 真正的龍哥 我們龍哥只有一個 他就在片場上說 你是不是這樣打 那你想龍哥就試一下 大哥說 好啊 一想動的時候 那隻腳在前面打什麼 人家不收牙都沒有 心裡成福 關於這些人 龍哥 從他周圍的人 初初識的 牙斬斬 我們那時候有的 牙刷刷 你刮刮 我才不出手 刮 令到人家很不妥 是 暗身暗細 是吧 所以他周圍的人 是很喜歡去單挑他 沒有一個有好結果的 很多的前輩 親自拿過的東西 都跟我說過了 我全部都記下了 所以我日後有機會 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好了 我們說一單比較近一點 近到十年八載 都已經 話說 吳京大家都知道誰 吳京是戰狼 號稱全國冠軍 武術冠軍 下來香港拍很多戲 第一部大家看到 功夫不錯 叫做薩破狼 跟欣子丹在那裡打 那場都挺經典的 話說不經 就在北京有一次 怎麼 神經病 都是這樣 都是經記者訪問 當時香港做了第一套業問 就是欣子丹那套業問 詠春又紅了 很多人看 記者一問 不知道為什麼記者會問這個問題 問你有沒有業問 那不經就很不經驗地問他 業問是誰 我不懂的 根據報導 這句都沒有什麼挑人性的 他真是很老實地說 很快心直地說了 我不懂誰是業問 誰不知這句 報導出了之後 就引起很大的迴響了 香港不是說武術家 只是榮春這一派 就引起很大的反感 這個業問是我們的宗師 八大武館就聯手開記者招待會 去聲討吳京 搞到要去沙林 跟著吳京那邊的經理人 都很醜醜 當然不是放在和頭走 人家在北京那裡 跟著很醜醜 大家這些以和為據 又是講那些老土的東西 總之大家 不要說要動刀動槍 握手言和就算了 大家善意地交流交流 叫做都叫做 給個落台街自己 這邊就咬著不放 於是怎樣呢 就派出兩個人 一男一女 男那個叫杜宇航 都有拍幾部戲 也是港隊的武術隊 港隊的選手 一男一女 又買吳京簡 就和你挑戰 輸了那個 就吳五十萬出來 就捐給他做慈善 就算你吳起也好 我們也幫你給他 嘩 有點這樣的事 這件事就搞大了 人家人家理不理睬 人家當然不理睬 這件事怎麼了結呢 當然打不成 但是北京那邊會覺得 怎樣啊 不認識你的宗師 不用打要殺 又要漏抽 又要輸了五十萬出來 那怎樣落台呢 有一個 都很多態度 例如 武術隊的主席 有很多的 總之武術團體 我太長了 太多了 我忘記了 總之吳斌老師 吳斌老師我和他親身接觸過 一個 謙謙的武者 很有大師的風範 當然 我沒有和他試手 我不會做這些事 看過吳斌老師打到拳出來 很有功力 吳斌老師就說 既然是這樣 不如 我把擂台放在北京 你們上來打吧 我相信 我旗下 我的 武術代表隊 有這麼多的人 你任何一個你選都可以的 開到這樣的前置來 那香港有沒有人上去呢 當然沒有 想什麼鬼 又是催 這件事又是不了了之 所以我都說這些事 十宗 還有八宗 不會有結果打出來 反而我想說 就是 我不是幫誰 而是 雖然現在你說 資訊發達 都不是個個會知道所有的 例如 例如 如果是要一人看 誰叫做大山培達 誰叫做東欣納聖南 東欣納聖南 空手道十段 江柚樓 全球 日本沖繩江柚樓 總本部 師範 大山培達 極真空手道創辦人 如果你說不認識他 如果空手道中人 說 你不認識我中師的 一齊動力 你知道全球多少人在學空手道 是過百萬人而已 空手道 過百萬人而已 那還得了 不認識就不認識 例如你說 你不認識李小龍 不認識李小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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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損失 你想認識李小龍 日後慢慢去看他的片 看他的文章 關於他的東西 認識一下這個人 不認識也不是罪 為何要搞到一件事 說不認識 你的中師 就要漏抽 我現在說道理 我也是 有觀眾說 那些武師是喜歡私療的 武師是喜歡私療的 我那件事給你聽 我們拍戲 經常有人收拖地 哪一部戲不要說 什加班不要說 總之是什加班 大家猜 在新界 古洞那頭 古洞那頭 還有一些農村地方 那些東西 裡面有很多棕地 在裡面會搭景來拍戲 大哥 老實說 能拍戲在那裡 其實已經疏通好了 即是和村打好招呼 甚至乎有殘錢之類的東西 所以可以在裡面安全著拍戲 不定啊 他們跟我說 拍戲開始第一天開工 有幾個人來收拖地 那你猜到是什麼人 不會是外人來收拖地 是吧 一定是那裡的那些人 收拖地 當然去收拖地 不是說 喂 我要這麼多查錢 不是說這些 而是說 你不給的話 我就拆你警 說這些 那你知不知道 那些武師怎麼做 好好 你進來吧 你進來吧 找我老闆跟你說 即是找我祭片跟你說 那幾個拖地就跟進去 你知道怎麼對待 十幾個燭燭 就是這樣吐 一直吐 一直吐 到他走出去 你以為是趴出去 接著用金金收拖地 沒有事了 接著一路拍下去 沒有東西 拍那麼多人 即是很多私了 你講開私了 譬如我說 這個 決鬥 或者比武 這樣 其實現在一個稍微文明的方法 是怎樣 你不妥的 現在限制令 不能說 否則的說 19年之前 我們經常都見到 每個月都有拳賽 集合很多不同的拳館來參加 就是泰拳比賽 我認識的朋友都有 你想跟誰打牙教戰 你一人一間館 就上我報個名字 你真的肯練才可以 你不要拿自己靠飛 那就上去跟正正 就打幾個回合 這件事其實由50年代的香港開始 然後到我小時候 甚至乎我看以前的新武俠 都有報道 直接有報道拍照 開了名字 什麼門什麼派 有家在天台打 不相和氣 都是由口舌之爭 吵架開始 我見證過 有蔡里佛對空手道 那時候 我小時候 真的見過有這樣的報道 怎樣打 記錄了 誰贏誰的 其實沒有說誰贏輸 因為大家始終是試了一件事 又不是一定要見血收場 不是要打到你倒為止 那時候 那個武蜂 香港的武蜂 是很輕盛的 其實什麼時候都是的 打什麼鬼 說了他就算了 說不到 不要跟別人一般見識 雖然我們經常學功夫 有一句說話 什麼都說得行的 我們不用學功夫 對 有些事情說不定 真的要用這件事去解決 但是有很多事情 說不定的 走開 廢鬼事採 不是跟他一般見識 喂 贏好 輸好 都不算 你打傷人 那怎麼辦 你不用負上責任 一個不幸 被人圍堵 你爆了 什麼都好 他們走了 又說他們打爆了你 所以其實我經常覺得 沒用的 不過說 你這樣說 那學功夫來做什麼 是的 學功夫呢 我不是說學功夫來強升健體 強升健體 你踩蛋車 跑步游泳就可以了 學功夫真是保護自己的 還有希望幫到人的 所以我們都會繼續去練功夫的 但是就真的 不是用來解決這些事情 好了 今天呢 我們差不多的節目 都來到這裡 我們說了香港 我所記得 我認知的 就是很多的比武啊 這些歷史 也都是有根有據 也有報章 全部呢 就是報道過了 我才拿出來說的 是的 希望大家 看看 給我留言 或者是 告訴我 今晚我這個 模式 跟大家現場溝通 講這些 topic 在什麼什麼糖水泡 大家喜不喜歡 甚至乎 你覺得 我想聽一些什麼 關於余圈的一些 趣聞 悲聞 當然都是要我知道才行 我就不會喜歡抄別人的東西 我喜歡講一些我自己親身經歷過的 還有根據我自己做過研究 問過別人的 我才會跟別人分享出來的 希望大家都建設性 留言給我 也都要記住去YouTube那裡 之前like我 什麼糖水泡 好了 多謝大家 拜拜